一字排開國民黨籍的南投候選人 開記者會 瞄準民進黨籍 南投市長候選人賴燕瀉 藍營拿出判決 重炮開轟綠營候選人 這一把在南投燒了 陣旺的判決文戰火 最先點火的是他 從南投市長選戰的判決文 攻勢開打後 市區內好幾處 都出現這樣的判決看板 只是沒想到這把戰火蔓延 會燒到縣長的選舉戰場 綠營議員候選人 先發智人 搶先發出圖卡 發動攻勢 法院認證的總會計 就是多年前南投監禁 偵辦的一期警察Time1 判決內容身為證人角色的 許淑華當年就曾在南投 香港理容院擔任總會計的工作 許淑華接招也呼應 法院認證的判決內文 只是當年顯為人知的歷史 隨著這一波判決文攻勢 再度受到矚目 三連續五南投撞過島 三連續五南投撞過島